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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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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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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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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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官四月流水 难忘带不忘带 残忠更可调的身体外 OK 那冬至当然是得吃汤圆了 其实不是当然了 北方是吃饺子了 等一下我们也会有饺子 好吧 等一下被 那我们是先吃汤圆 这是芋泥 开吃之前 我们先来喝个猪肚汤 广东城吃饭之前 肯定是要喝汤的 还有口气 一下就暖和起来了 这是今天的部分菜式 都是地道中国菜 这个是今晚的重点 狂闷羊肉 因为在泰国是很难能吃到羊肉的 只有在中国厂厅这边才能点的大 吃一个 吃一个 好久没吃了 好棒 除了吃汤圆 大家还得吃水饺 八百万的同学不太适 在泰国中上天的社会 一般都会比较贵 应该是人工厨房原材料等各种原因吧 所以呢 平时我们都是吃泰国菜 或者是在家自己做 偶尔真的是思乡情窃 就会约去车中餐 像今天冬至 就有几个中国朋友 约了一起吃 那在桥上还有一个 赏幕的习俗哦 叫 和清明赏幕叫 据说是因为清明时节经常下雨 道路难走 所以呢 就选在冬天少雨 阳光充足 但今年我老家过冬日的时候呢 也下了雨了 关注我 点个赞 转发一下评论 它会带你了解更真实的泰国哦 谢谢